南部这次到底能不能出到一个 或甚至一加以上的民意代表 另外一个桃园会不会是这一次翻牌 蓝军翻盘最好的一个地点 他讲对了 桃园我是一片看好 我想上一次选的 实在是 多当差一点点输的 有没有很清楚 有没有差一千票输 2千票 桃园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挂掉了 所以这种差距比较小的 是可能翻盘的 所以只要国民党稳住 即使刚才我们左教授说 可能总统选情未必看好 但是立委选情是看好的 我始终 你看我从 大概今年一月或二月 我就始终看好 国民党的立委选情是看好的 因为 第一个我们的人真的比较好 在地方的选区上 我们真的比较优秀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一次国民党 新陈代谢的速度非常的快 民进党退出后还都老面孔 国民党一下就啪 都一下就新秀出来 那选民都会觉得说 好像你国民党有改革 不然你怎么那么多年轻人 新秀出来 写流成河的结果 写流成河 你真的讲得没错 但选情分析是这样子 我这个人是对选情分析 像医生看病一样 超冷静的 不会有个人的感情 所以我刚刚前面讲高嘉瑜的时候 你们的中史电子报马上等不去 写出来 就是 我不会托尼带谁 高雄有机会选赢一席 哪一席 我现在不能讲 不然讲其他上人骂我 四个骂我 你的五席 我讲其他一席 看你会不会刚好流出来 对对对 不是 我要鼓励同志 没有的 我的我们还 你应该说至少你觉得会有一席 可是接下来讲 可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听了就不太敢力 那一席 在那个选局的特性 需要两个人帮忙就一定过关 一个叫柯文哲 一个叫郭台铭 没办法 就是差那一点票 差那点票 那所以前段时间 这个 有不曉得谁是搞了什么 郭台铭跟那个什么 几个国民党庭典立委的照片 当然是帮郭台铭造势 那这些选将们 这就很尴尬 可是不敢吭声 跟高雄市党部完全不同过 就证明就是说 高雄有些经济选民 每一个选区 大概有一万票 大概有一万票 这很麻烦 这个 这怎么讲 所以就说 没关系党中要怎么去骂郭台铭 我都赞成 但是小鸡们 地方党部们 保持沉默 这个是 你们细子也一样 你们细子很多经济选民 要保持沉默 要保持沉默 因为现在保护小鸡过关的是我们 我认为国民党应该作为 第一个战略目标 的确能赢啊 不是不能赢啊 就是差那么 那么几千票而已吧 那柯文哲 反正他那个选序也没人嘛 对不对 他没有派人啦 对啊对啊 那国民党不要绑那么紧嘛 你敢去上民众之声 这个我就开除党籍 国民党还现在老扣扣 不知道干什么 对不对 因为那个地方有柯文哲的柯粉 简单讲是这样子 哦 那所以我一再讲嘛 我说只要那个柯文哲 跟侯友威两根 蓝白核组成一组 郭台铭就好处理 你不要等到郭台铭民 民调上来了以后 我看你怎么处理 对不对 这是一个选举数学 必要去面对的 那你这个现在我们讲的民进党 一刀的弊端啊 一堆东西 那如果你蓝白不合 民进党赖清德宣布当选 罪人是谁 就是蓝白不合啊 我这样讲什么不对 你说哎呀啊 这个什么是罪人 柯文哲 侯友宁 你们两个都罪人 我们已经不在乎你们谁当谁 正谁当父 坦白讲我们就不在乎了 我们只要你们两个合成一组 我至少个人的心声啊 你们两个这拨杯也可以 看谁正谁父 这抽签也可以 这猜拳也可以 这比赛白米赛跑也可以 我们都不介意了啦 可是你们不足一合的话 对不起 赖清德看老度超过六成 柯文哲看老度两成不到 侯友看老度一成 就是个结果啊 请问这个公主跌倒 那戏指的选情会有翻盘的机会吗 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 即便我做戏指 我还是觉得很紧张 但我不知道第一线的观察 对因为戏指 这次他这次提名的人选呢 虽然没有全国性的知名度 他跟我当初算是空降 去戏指的情况比较不同 就是说我大的知名度比较高 可是呢我在地的耕耘没有 所以我等于是空降的 可是这次呢 我觉得国民党的提名人选呢 很理想 第一个呢 他是一个年轻的 大概只跟赖品渝 大概大他个两三岁 年轻的在新北市议会表现很好的市议员 廖先祥 而他是现任的新北市议会党团的书记长 然后他又是在刚刚上去年 选举市议员的时候呢 他是以全国第三高票当选的 他的选票大概只输给 第一高票就是我们大安文山区的 那个李伯毅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 士林北投的那个学姐 那个黄敬寅 然后那他是全国第三高票 可是大家想 全国第三高票 可是好像大家比较没有 不熟他的名字 就表示说这个廖先祥呢 他是一个很务实的年轻人 很务实的年轻派 他在地方呢 因为他的父亲也是议员 妈妈的基层服务也非常的扎实 但是呢 他自己又没有受限于 你知道很多正二代啊 就是会背负着父母的那种老型 老式的选战包袱 廖先祥没有 他从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他是不设竞选总部的 然后呢 他怎么样选呢 然后他上一次选全国第三高票的时候 他没有办任何一场政治的说明会 他是办这个音乐会 然后跟民众呢打成一片 他完全就是靠原本的非常认真 因为戏指啊 大家都知道 戏指的交通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么戏指呢也是有几个瓶颈的路段 然后经常出现很恐怖的车祸 那廖先祥呢 他就是靠他第一任当议员呢 他就在交通委员会就非常认真的 而且跟台北市的像李明贤 内湖南港的李明贤议员合作 就一个瓶颈一个瓶颈的去解决问题 那当然也跟侯友宜是同党的 市政府也很给他支持 可是一个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像在那个戏指有一个叫做我是戏指人的那种大型的 演出社团 这个社团网络就非常的支持他 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你有做事呢 你就不需要这些虚的 那廖先祥他比较清新的做法呢 就是说他就展现年轻人的活力 他几次去登记参选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身上背着一个棋子 配着国旗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从戏指抛抛抛抛 二十几公里跑到板桥去登记参选 所以你想想看光他这个举动呢 那种年轻的运动迷 就是说那种比较倡导年轻活力的 正向阳光的年轻人呢 又很自然的就会变成他的粉丝 那我后来对于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上次得全国第三高票的时候 他在第三高票的时候 他自己的脸书 他没有欢欣鼓舞的跟大家庆祝 说我们赢了 我们打了美好的一战 不是 他po了一张 他非常非常深的鞠躬 就是那种简直是头都要 要埋到地上的鞠躬的一个背影 跟大家说 我深深的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支持 那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我一定要努力的继续为大家来打扁 那你看我所描述的廖仙祥 是不是跟赖品鱼完全不同的典型 两个一样是年轻人 一个是正面的阳光的 那一个赖品鱼是什么呢 每天搞夜生活的 跑夜店的 然后上综艺节目的机会比评论政治还要多 然后完全沉迷在cosplay 然后遇到政治的地方解决的说明会的问题 他基本上他很少亲自出席 他通通不是派他的助理 就是请别人带打 然后地方的公寄 各种的跑托都委托 不是他爸爸就是他妈妈去 在地方上大家普遍的说 这个礼拜我们参与他都没有见过人 都没有见过他 然后每次评论政治呢 就用非常不专业的 很情绪化的事情 包含连能源政策去批评侯友宜的部分 就骂粗话 就是这样子的类型呢 跟廖仙祥这样的一个谦虚的 很愿意为地方服务 然后每一个地方说明会 宫廷会各方面 他都亲自去参加 亲自去主持 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 而又一样展现的是 年轻世代的一个活力 也一样可以掌握 这个年轻世代的 不管是脸书的工具啊 或者是如何 那其实从这样的角度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一样的年轻人 好你就算说那时候赖品渝出世的时候 不是很多民进党的人也出来说 啊正二代如何啦 正二代不是原罪啊 是正二代不是原罪 可是你正二代呢 只享受父母的成果 坐享其成 然后自己都不努力 每天只是在那边跑趴玩乐 然后不好好认真面对你的本职工作 你这就是罪 那国民党确实没有错 廖先祥呢 他能够在选第二次议员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全国第三高票 跟李博弈一样啊 李博弈也是有一个爸爸理心的基础 对不对 廖先祥他的爸爸也是议员 可是人家展现的是不同的正二代啊 是认真的兢兢业业的 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服务基层 地方的了解每一个需要的 起家的这样的一个正二代 那这样的一个正二代 当然基础会很好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